墨西哥當地時間七號上午 發生嚴重的地鐵事故 首都墨西哥城有兩輛列車 在地鐵隧道內相撞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57人輕重傷的慘劇 至於事故的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 隧道內警銷人員跟醫療人員 都帶著頭燈 在警方的協助下 讓消防人員將受傷的乘客 抬出隧道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當地七號 有兩列列車 在地鐵三號線的拉閘站 跟波特雷羅之案相撞 造成至少一名女性乘客死亡 超過五十人受傷 墨西哥陳市府當局表示 事發時間是當地上午的九點多 有目擊者表示 當時事故現場發生巨響 還冒出了大量的濃煙 能夠聽到乘客驚慌酷喊 警商人員獲報之後 趕到現場 並且動用軍方協助救難 乘客才在引導之下 沿著鐵軌疏散到隧道之外 而這期間還一度有乘客受困 得依靠消防員救出 根據了解墨西哥城的地鐵線 全長兩百多公里 有將近兩百個車站 每天平均的載客量是四百六十萬人次 而這也不是當地的地鐵第一次發生事故 二零二一年的五月 地鐵十二號線就曾經發生 地鐵高架橋的橋梁倒塌 造成二十六人死亡 六十多人受傷 當時的調查就發現 肇事的原因之一是維修有瑕疵 而這次事故的起因 還得進一步調查 關西文陳頌秉